monopol 曲面 晴晨咽语暂昏 情势温柔 少年 戎装 痴呈 星辰如梦 眼神 溫暖 堅定 滿笑膚捨 是一段風花 一直留下 默然揮手 冬天 雪花飄落的季節 你懷中卻似春天 花香鋪滿了世界 兩城耗盡如夏天 樹蔭遮住了眷戀 清醒與你在秋天 情深綿綿灑落 你也偏偏 情淺淺 太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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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陽 你胳膊受傷了 早點回去休息吧 那我等你 多亏光耀哥还你清拔 你就一点不想知道 我为什么不怕他冤枉我吗 刺客的钱包我早就搜过了 不是只有你的光耀哥哥 才那么细心 我必须要告诉你 无论是推理能力还是心思缜密 我哪一点都不比他差 你笑什么 为什么必须要让我知道 你干吗一定要在我面前跟光耀哥比啊 我没比明明是你担心我 我担心你什么呀 你想多了 你不应该担心我吗 如果我出事了 谁还替你办事啊 也不知道谁想多 你怎么这么无赖啊 那你还替无赖包砸啊 我走了 叶深了 我送你吧 你这两天走辈子 别又让人给绑了 我走辈子也是从认识你开始的 好不好 认识我 你才不会走辈子 你才不会走辈子 光耀 徐伯父要是知道 你把搞垮谭玄林的大好机会 白白给浪费了 他肯定会找你算账的 算就算吧 反正这种栽赃诬陷的事 我做不来 又没让你栽赃他 是南边要栽赃他 你顺水推舟 扳倒谭玄林也算是不如使命 何乐而不为呢 你以为南边会这么好心 替我们除掉眼中钉吗 自然是没安好心 我们的三位副帅正在整边 吴省联军 南边这个时候 派人刺杀光耀 并且栽赃给谭玄林 上海局势避乱 整军之事 也自然顺利不了 你现在倒是明白了 光耀 你一开始就要求自己 亲审此案 是不是防着徐伯父 借此做文章 你既然自己亲自审过了 徐伯父 便不好再借题发挥了 弘辰 有些话 心里知道就好 无必说出来 知道不端 你却偏要做个正人君子 不是替你不值啊 没有什么值不值 只有该不该 探色 拿下来 还疼吗 好多了 四流 你说这刺客真是南边派了的吗 你觉得呢 我觉得不行 你想啊 咱们谭家军跟革命党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那怎么就把矛头指向咱们了呢 你在这儿说了 你要论起来的话 那徐杜菊 裴杜菊 那都傻过革命党啊 要找麻烦先 先找他们才对呀 那找咱们干嘛 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只不过现在死无对照 只能按革命党处理了 诚 芥朗 咱们 你说 你看 你再看看 乖哦 哥哥 你胳膊受伤了 我特意炖了鸡汤 你喝一点吧 没事 太晚了 我没胃口 我特意炖了好酒 很好喝的 你就喝一口嘛 谢谢你的一片好意 我真的不饿 你自己喝吧 王清 你回来了 光耀哥 你怎么还没睡啊 你这伤好些吗 没事 今天晚上没吓着你吧 是谭司令送你回来的 是一个勤务兵送我回来的 放心 我胆子没那么小 有谭司令在 姐姐自然也不用害怕 光耀哥哥 你就不必担心了 婉婷也在啊 我刚做了宵夜 正准备和光耀哥哥一起吃呢 婉婷小姐 我说了我不饿 你自己吃吧 那我也先上去休息了 你是个宵夜 你早点睡伤害没好 嗯 可以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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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看我 好 好 如果呀 是什么 好 二哥 五分 没 Favor 进来 司令 门口有问新廖的先生求见 不见 说我不在 廖先生说 十年前他是您父亲的 随军医生 给他喝点粥吧 兄弟 出什么事情了 快 司令和大公子 在千方山谷遇上了麻斐 快去支援 徐弟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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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林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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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令 权林 廖叔 来来来 快让我看看你 这大小伙子了啊 我早就在报纸上看到了你的消息 这当年谭家的二少爷 现在已经是微风凛凛的上海王喽 廖叔 廖叔 十年没见了 这十年里 我一直想联系您 可是一直联系不上 您过得还好吗 做些小生意 勉强混日子罢了 来 廖叔 请坐 坐吧 来 来 来 谢谢 廖叔 我知道 当年 你是因为 在罗独军面前聚力力争 反对取消谭家军的烦号 所以才被罗独军驱逐的 当年遇上麻匪 自重被劫 你父亲战死 这罗独军不仅没有抚恤 还把所有战败的原因 都加在了你父亲头上 连番号一并取消 未免太让人心寒了 这一战 让我们谭家多少年都抬不起头来 我带着兄弟们打了无数成仗 可是到现在 还有人在嚼舌根 说我们当年连马匪都打不过 人言可畏啊 你父亲生前军功显赫 可这最后一场败仗 把他一辈子的名声都打进去了 廖叔 其实 其实我想问你 当年那场仗的惨状你也看到了 你心里有没有一点怀疑呢 其实我一直怀疑 你父亲遇上的不是麻匪 廖叔 你也觉得他们不是麻匪 麻匪只为劫财 一般不会斩尽杀绝 可当时他们炸毁山石封住山谷 你父亲 你大哥 还有所有的部下全部阵亡 我实在是想不出 什么样的麻匪能有这样的战斗力 这十年 我转战南北 可是再也没有听到这五人的消息 如果他们真的是麻匪 不可能干一票就金盘洗手了呀 可惜 当年没有一个幸存者 我每次梦见我父亲 我都想跟他问问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惜梦就醒了 这是当年从你附近伤口上取下的弹头 这些年我一直留着 也许 你能用得上 开花弹 当年所有遗体身上的创伤都特别大 很多甚至被炸开了半个胸膛 这种子弹 在全世界的正规军里面 都是禁止使用的 廖先生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 正规军不会用 麻匪也绝不会用 宣伦 我还想跟你说 很多事情 并不像你眼前所看到的那样 当年谭家受到的冤屈 今天不要再加在别人身上 廖叔 您是不是一有所知啊 当年你父亲遇上的麻匪 可能不是麻匪 昨晚远东饭店的革命党 也可能不是革命党 廖叔 那您 现在做什么生意啊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过去的事 今天的事 还望小谭司令啊 都能寻得真相 好 已经登报解案了 确实是革命党所为 副帅 儿子实在无法罔顾真相 真相并不重要 你这样心思手软 你怎么逗得过那杏坛的 到手的机会你都抓不住 是 是儿子措施良机 请您责罚 罢了 你性格刚正 真让你做了违背内心的事情 怕是你心里也过不去 谢父亲谅解 这政治啊就像下棋 失去了先机 现在也无法挽回 好在这胜负也不是一局定输赢的 谭轩林签下的约法三章第一条 遣散安置谭家军的期限马上就要到了 这一局我们必须赢 是 廖叔 昨晚出了刺客 都军府已经下令 命我全程搜捕革命党 这市面上且得乱一阵子 生意不好做 您多加小心 好的 不过我一生一人 谁又会找我的麻烦呢 廖叔 别让我为难 明白 谭司令 后会有期 廖先生 后会有期 好 他处理 这个 他还会有期限 他 他会有期限的 他有期限的 他也会有期限的 我们来看 他有期限的 我就知道 老司令绝对不可能输给一伙马匪 可是 根治老司令的兄弟都不在了 没人知道山谷里发生了什么 岐有此理 居然把这姓潭的排在我们前面 还说他是什么四少帅 还只手 有没有搞错 就凭他 八卦小豹的噱头而已 不作为局 韩玄林他就是一麻匪土豹子 凭什么和我们相提并论 要真论之位 我们可还真不如他 不过是个傀儡司令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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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好得意的 我最记忆不惯 他这副小人得志的样子 他迟迟不肯解散谭家军 只怕是不想当这个傀儡 那就由不得他了 我能不能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总董大人 好久不见 来 请坐 谢谢 之前总董大人几次邀约 我都因为拍戏繁忙 实在无法前往 今天我做东 特意向您赔罪 顾小姐你不必道歉 只要顾小姐约我 我 我永远有时间了 谢谢总董大人 总董大人 真巧啊 谭司令 韩玄林 费安顿 不是 这俩怎么整一块 刚来我们应该不屑奥狱吧 什么事都瞒不过您的眼睛 我约了您好几次 都被您的秘书给挡下来了 所以我才借顾小姐的面子 希望您不要见怪啊 约瑟福先生是我的好友 您却把他当作刺客抓了起来 你 谭司令 这是新冠商人给我一个下马威吗 总董大人真是中国通啊 下马威都知道 但是 这个词用在我的身上 非常地不合适 在您的面前啊 我是马首是瞻 你还不合适 我刚才在雪茄吧 等等 你怎么进来的 我堂堂苏少帅 连你司令部的门都进不来了 我跟你说正事 刚刚我在雪茄吧挑雪茄 你猜我见着谁 顾月霜 我是见到顾月霜了 但是 她和谭璇林在一起 她们本来就一对 在一起 不奇怪吧 但是和她俩在一块儿的另外一个人 你肯定觉得清雯 大金小怪 谁啊 费安顿 你想见上 你想见上会民团 对 我的兵啊都是打过仗的老兵了 所以维护治安自然不在话下 现在的工部局 只有巡警和宪兵 这华人之间的纠纷 他们不便出面 如果我们成立这个商会民团 或许就方便许多了 那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谭司令您一上任时 便与都军府约发三仗 这第一条是接散军队 还许去线就快了了吧 总统大人 记性真好 只不过我的这些兵 唯一的本事就是打仗 这都军府非得把他们放在工厂里 完全是无用武之地啊 而且现在这个形势非常混乱 这革命军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打进来了 这都军府自己都自顾不暇了 难道总统大人不想见一个属于上海 完全不受任何人摆布的私人武装吗 这靠天靠地不如靠我们自己啊 我想是 是你想弄一支不受任何人摆布的武装吧 真是英雄所见掠斗 这个题是真是有点意思了 我想 我 我可以考虑一下 只不过 只不过我需要看到 你的诚意 总统大人放心 我会给你安排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位 所以今天还能支持你 我给你安排一个在哪上海 那些氛烧焉座 为什么 他比较烧烈好不好 我 telef 她杀烧烈 我以后 你把人家说得了 就怎么赢了 你赢上学书 你如果他看来 我只能赢了 我仰慕者之一 也算是有些交情吧 反正那羊牛挺喜欢我的 你说吧 要我帮你办什么事 你帮我去问问 他们到底聊了些什么 爱的 我们已经有很多年了 我甚至不知道 你是一个宝贝 你怎么能够在这一年 你也不想吃什么 你也不想吃什么 小叔叔 你也太坏了 东安排好了不告诉我 还要我紧张半天 你就不应该紧张 有我在 谁也不能占你便宜 那倒是 我这辈子有小叔叔就够了 我都不用佳缘了 行了 行了 回去吧 开车慢点 那我走了 慢点 拜拜 开车慢点啊 四零 双二小姐还跟以前一样 该你那么亲 她当然跟我亲了 她的命是我捡回来的 能不亲吗 四零 你说飞安顿能看在双二小姐的面子上 帮咱们吗 当然不能了 她这个老狐狸 没那么轻易拿下 那 那你还不着急 这眼看着就到这解散的日子了 这饭啊 要一口一口地吃 路呢 要一步一步地走 真厉害 我要是你啊 早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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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话叫什么来着 就是形容那个天在你面前 哭啪一样就塌下来了 然后你 你还面不改色 老子十五岁那年 天就塌下来了 放心吧 谭家军的天塌不了 开门 是这样的 光耀 这个谭玄林呢 想把她的部队改编成为商会民团武装 你看这样 好 我知道了 小帅 谭玄林居然想怂恿飞安顿 要把她的部队 改编成商会民团武装 她只不过是个有名无师的上海司令 飞安顿不会冒这种风险 去得罪我们都军府帮她吧 很难说 从飞安顿的立场 如今局势并不明朗 手里多几支枪 便多几分把握 谭玄林的提议 正中吓坏 难保她不会动心 早知道这个样子 此可一世啊 还不如再赌她头上 不让杜军不高兴 我 我知道 这世界上 不光是有人情世故 还有是非去之 看来 我有必要拜访一下 这位总董事大人 大人 另一位总董事大人 太好了 太好了 抓住了 好 今天 蝎唐 总董事大人 好 天鹅 向来不把门关好 我是不是来得不太是时候啊 没有 来 给我吧 谢谢啊 怎么了 找我有什么事 没事 就问问你伤口怎么样了 没事 小伤 已经快好了 你今天不太高兴 有吗 你是不是在想安置谭家军的事情啊 清宫宴上你说年前会做好 听说都军府一直在催你 你要是有困难 要不我去劝劝我爸爸 把他们安置在木家产业里 我不是来替光耀哥催你的 我是真的想帮你的忙 毕竟我们木家产业的工资最高啊 这事 你可能帮不上我 放心吧 我这么为力是途的人啊 需要你的时候 一定会找你帮忙 不会客气 去吧 好 走吧 我 不愿意帮你帮我 我 我 天南 我 散佩 郭药哥 郭药哥 出什么事了 我约了飞燕顿 准备跟他商量安置谭家军的事 今天你就先回家休息吧 晚饭也不用备我的了 要不我陪你一起去啊 沐家在上海还是有几分面子的 我在旁帮着说话 早点安置好谭家军 你也好早点回岳城啊 我只是觉得 你一个女儿子这应酬不太好 我是你的秘书 陪你应酬是分内的事情 更何况 堂堂多半大人出门 怎么能为我随从呢 好 那就听秘书小姐的 小叔叔日离万机的 怎么今天有空请我吃饭 你帮我约到了飞燕顿 我肯定要好好感激你一下 那一顿饭可不够 我今天可是为了见你 连飞燕顿的邀约都拒绝了 他邀请你干吗 不会是因为我借你的面见他 他为难你吧 那你也太小看我了 怎么说我也是电影圈的上海王 他哄着我还来不及呢 这次是他要和徐少帅吃饭 请我去陪陪女眷 我就说我要拍戏拒绝了 徐少帅不就是你司令部 那位徐杜伴吗 他们俩什么时候 搞到一块儿去的 而且他不是没结婚吗 哪来的女眷 正儿 改天再请你吃饭 卡斯 走了 好呀 好呀 说走就走 谁在乎的是饭啊 好呀 周春 还想安 孙春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登门拜访您 副帅已经怪罪我了 让我今晚好好陪您喝几杯 对了 这 这位小姐可是 母公从日本归来的女儿吗 是吗 让我介绍一下 这位是穆婉清小姐 现在是我的外门秘书 穆小姐 见几次就会都是惊鸿一笔 惊如意见 只是弃之不凡 不愧为上海第一前进 总统大人过奖了 以后在上海的工作 还请总统大人多指教 那我乐意为穆小姐效劳 总统大人 我们坐下边吃边聊吧 好的 司令 司令 穆小姐跟徐都班吃饭 你还要订阅啊 你是不知道 飞原顿这个老色谷 徐光耀对付不了 费董 今天公布局 抄送了我们司令部 一份关于日本经济产业省的通报 里面提到 日本棉杀厂愿意提供低息贷款 给中国杀厂 不知您是否有留意到呢 这个我注意到了 不过这是棉杀行业的问题啊 穆小姐是最有发言准的 毕竟现在上海的中国杀厂 将近一半都是穆家的 那穆小姐你觉得 日本上会的贷款 该不该要呢 费董如此精明 当然知道这中间的利弊 日本棉杀商想用这种方法 兼并中国的市场 然后七行罢市 哄抬价格 他们已经搞乱了天津 青岛这些地方的棉杀市场 现在又想顾忌重施 来搅乱上海的市场 如果费董您不制止 那上海恐怕迟早一片混乱 不光是维稳秘书 你看他样子也是 禁忌秘书嘛 不过你们穆家 自己有棉花供货商 也有码头仓库 也有固定的销售渠道 想必不会受到影响吧 可这棉杀行业 是国际民生的行业 是关系到老百姓的 如果落到日本人手中 不免受制于人 费董您设想一下 如果这以后啊 我们军用的棉衣 老百姓的棉被 医用的纱布 全部都要从日本人手里拿 想必您也不安心吧 不愧是木工的女儿 你想得很是长远啊 穆家愿意出钱 帮助这些困难的沙城 度过难关 而且无息贷款 你们不是明白这儿 要和日本人打擂台吗 那我 我要是选择支持你们 拒绝小日本 那 我难免有事公道啊 这个 费董不必担心 我有一个办法 可以让您两头都不得罪 好 那你说说看 谢谢大家 菲董 谭家军正在等待解散安置 如果能够把他们安置到沙场里 沐家就能以补贴安置的理由 给沙场一笔钱 沙场有了资金度过难关 自然不用跟日本人贷款 日本人的贷款放不出去 也不会怨到您头上 那更关键的是 把谭家军都安置在沙场里 谭司令的商会民团 也就没法成立了 原来那个家伙 想把谭家军改建成民团武装 难怪不着我帮忙 徐少帅 你呀 你掉了那么大一个圈子 你是不是就是想把这个 民团的事叫谎啊 对吗 菲董 我和您交个底吧 上海是受都军府的管辖范围 上海是受都军府的管辖范围 都军府是不会承认 有民团武装的存在 所以最好的方法 就是把他们安置到产业里做工人 沐小姐 那你 你是让我得罪日本人和谭司令 难道你不该先和我喝几杯吗 那您就表示一下你的诚意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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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董 沐小姐酒量浅 还是我陪您喝吧 沐小姐 你 你请我帮忙 但是你不跟我喝酒 难难难 没有诚意嘛 菲董 这洋酒我实在是喝不惯了 嗯 没有问题 来 我们喝中国锚胎怎么样 吃饭 来 来 来来来 来 慢点 慢点 好 好 好 菲董 沐小姐确实就两钱 还是我来和你喝吧 哦 需要说情吗 那 如果这酒是我请沐小姐喝呢 那自然是我敬她一杯 她会敬我一杯 那到你这里可就不合适啊 那 菲董先生打算怎么喝呢 六 这我很喜欢六 六十个好数字 那这样吧 她喝一杯 你替她喝六杯如何 你仍侧脸 一望无际 天空海阔 我许下承诺 让红尘与我们一起陨落 若忘记你轮廓 如何拼凑 让几个空将我复活 拥抱着起落 预挥中扑火 这纷纷扰扰的人世间 竟然耗尽我一生落寞 就算模糊着视线看不清 策码与你高温 策码与你高渴 一望无际 一望无际 天空海阔 我许下承诺 让红尘与我们一起陨落 若忘记你轮廓 如何拼凑 让几个空将我复活 拥抱着起落 迂回中复活 这纷纷扰扰 这人世间 竟然耗尽我一生落寞 就算模糊着视线看不清 终于你高渴 怎么有你高渤